新政府上台,中国大陆频频在国际场合打压台湾 总统蔡英文26号出席台商大会 鼓励台商支持新南向政策 不过对中国大陆市场就赤字未提 但是有传闻指出 我方政府发给六方的电咸相用词已经转为强硬 对此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表示 比中国的强烈操持 是要表达我方非常强烈的不满和遗憾 蔡英文总统出席世界台商大会 同大家一起开口唱国歌 中提到台湾经济对外的三大目标 包括令世界体见台湾 加强生化产业合作 还有吸引外资来台 短短五分钟的支持 蔡英文鼓励台商 支持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被受关注的两岸议题就赤字未提 但是有消息指出 新政府为了抗议中国大陆 频频打压台湾参与国际活动 在写给大陆电咸上的操持语气 已经转为强硬 台湾未能受邀参加ICAO 张小月强调要表达非常强烈的不满和遗憾 不过中国大陆对新政府的立场仍然未见转环 民进党立委如软如 原定受邀前往香港参加活动 签证就在前日受到拒绝 也是近期第三位入港被拒的绿营立委 接着还有亚太经合会议APEC 中国是否会再度打压 新政府怎样应对 将会是一大考验 蔡政府上任之后支持度效滑 对外两岸关系陷入兵点 台湾无法参加国际民航组织ICAO 对内九二八教师折放假混乱引发争议 前总统马英九面对媒体询问时表示 蔡政府无暴调 对此南下陷阱的总统蔡英文 并无正面回应 前总统马英九一早上参加路跑 跟着台上热身做体操之后 名窗起跑 马前总统补刀未老 对于路跑成绩很满意 不过针对媒体问到 蔡政府上任之后 台湾无法参加国际民航组织ICAO 九二八教师折放假混乱这些议题 马英九说 没有报调 而对于马前总统的说法 南下台东陷阱的总统蔡英文 并无回应 不过总统府就表示 一切尊重 但是针对九二八教师折放假 总统府反驳 这个是过去十五年来的常态 今年以规定实施 不存在布调混乱的问题 不满政府强迫拆迁 违反居住正义 全台超过六十个反拆迁自救会 来到总统府前抗议 抗争多时的高雄果菜市场自救会 九月初被强行拆除之后 十月初还会进行第二波的拆迁 有位老婆婆声泪驱下 致控高雄市政府武协商 趁他出门强行拆除 根本就是土匪的行为 全台超过六十个反逼迁自救会 继续总统府前海道抗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苗栗大埔事件 被强拆已经三年 不过新政府就只有口头承诺原地重建 到现在还没有下文 而全台各地强拆迁迁的事件 曾出不穷 近期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高雄果菜市场土地征收 9月1日已经进行第一波的迁策 20月初还有下一波的迁策 引发当地居民抗议 北部地区政府征收强拆也引发民怨 其中新北市板桥大观路二段住户 日前住户才抗争过 不过就挡不住强制迁策的命运 10月7日公告将强制执行拆除 另外基隆桂尾集货店老板娘的女儿 也声雷区下指控政府母协商 就将租了四十多年的屋收回 而且预定10月20日强制拆除 结集全台各地受迫迁的住户出来抗议 强调不是为了赔偿 而是为了公理正义 认为不当征收 有争议就应该透过协商 而不是强制迫迁 以公权力踐踏居住正义 2009年彭湖举行第一次博弈公投 最后反对票过半 串安被否决 七年之后 彭湖博弈公投卷土重来 10月15日将会举行第二次的公投 在民间反倒团体的声援之下 彭湖乡亲得必来到立法院表达诉求 叫口号高举反倒标语 走向立法院正门 三十几个民间团体集结力量 要在10月15日 彭湖第二次博弈公投 投下反对票 彭湖乡亲特别搭机来台湾表达诉求 民间团体大力声援彭湖 用行动剧表达反倒诉求 2009年 彭湖举行第一次博弈公投 支持与反倒实力相当 最后反对超过半数 公投受到否决 七年之后 第二次博弈公投 确定在10月15日举行 赶在公投的前夕 民间团体集中力量反倒 再拼第二次胜利 为了酬粗长招裁员 政府考虑由烟水落手 会不会造成烟价上涨 行政院长林传表示 会参考国际标准 不至于与国际水准脱离太远 又传出烟价可能会上涨的消息 为了酬粗长招裁员 政府考虑由烟税或者遗产税落手 其中烟税倾向涨25元 行政院长林传面对媒体追问 强调这次的烟税增加 是为了酬粗长招裁员 是否造成烟价上涨 会参考国际标准 林传报告员106年的中央总预算案之后 接受立委质询 立委质疑政府的税出支出 到明年多达一兆6千万 10年之间成长了31% 不过社福支出就持续增加 到明年成长率高达59% 幅度比整体的税出成长还要多 为什么人民感受不了改变 是不是排挤到其他的预算 而为了驱动台湾产业的成长 林传强调 总预算之中 创新产业计划 偏列462亿 其中有助供电的绿能产业 偏列50亿 而政府积极推动的长照政策 服务经费一共偏列138亿 连同相关偏列支出合计是178亿 比较上年度增加了111亿 大约是增加167%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 将会由10月1日起开打 除了65岁以上老人和重大伤病 今年还新增50到64岁健康成人 13到18岁国高中职的学生 还有BMI指数大于或者等于30成人 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 将会由10月1日起开打 以台北市为例 今年公费疫苗的数量 将会由往年的37万剂 增加到72万剂 平均每4个人就有1个人 符合公费接种条件 而且民众不单止 可以在医疗院所打疫苗 卫生局还可以安排医护人员到职场 免费提供接种服务 卫生局表示 今年符合公费接种对象 包括65岁以上老人 6个月到各小6年级的学童 医事卫生这些相关人员 还有重大伤病患者 安养机构住民 罕病患者和孕妇 另外今年还新增 50到64岁健康成人 50岁以下慢性病患 13到18岁国高中职学生 产后6个月内的妇女 还有身体质量指数BMI 大于或者等于30的成人 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显示 去年全台一共有2,005例 流感并发重症确定病例 有163例死亡 其中9成5都没有接种疫苗 所以卫生局呼吁民众 符合公费接种对象者 应该尽快施打 才可以有效降低疲患流感 还有流感并发重症的发生 充足的睡眠 是儿童和青少年发展过程之中的 基本要素之一 不过根据疑福联盟的调查显示 有八成的疑少 平时睡眠未满8个小时 而高中生每3个人就有1个 平时一日睡不到6个小时 台湾儿童和青少年多数面临睡眠不足的状况 儿童联盟调查发现 以国小生来说 有七成八的比例 在平时睡不到8个小时 年纪越大 睡眠越短 持有4.7%的高中生 能够分满8个小时 以高中生为例 早上6点半出门 夜晚6点左右回到家 扣除通勤时间 每日上货的工时 至少是10个小时 比一般的上班族工作时间还要长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 调查报告之中 有三成六的高中生 平时夜晚9点之后才回到家 严重压缩他们的休息时间 多一些睡眠时间 也成为小朋友最渴望的事 长期睡眠不足 容易影响学童的身心发展 货业压力繁重 也令学童没有时间从事休闲生活 所以移福联盟呼吁 学童需要充足的睡眠 有限喘息 还有友善的场地 才可以令他们的童年更加充实 第二届堂奖颁奖典礼 25号在台北举行 这届一共有六位得主获奖 但场外有蓝山人寿的业务员 为了劳工缺益 离向蓝山董事 也是堂奖的发起人 尹显良抗议 第二届堂奖颁奖典礼 25号在台北国库纪念馆举行 包括前中研院长李远哲 和现任中研院长廖俊志 都到场参加 堂奖基金会表示 这届的得奖人数一共六个人 比第一届五位还多了一个人 同时女性的获奖人 亦由第一届的一位增加到三位 包括生技医药长的伊曼纽 夏彭提耶 珍妮佛杜立和张峰 法治长的路易斯阿尔布尔 另外永组发展长的得主 阿塞罗森费尔德 还有汉学长的得主迪培里 由于两个人的年龄都超过90岁 考虑到健康的因素 无法离台湾领奖 透过录影隔海发表感言 主办单位也表示 会继续促进台湾和国际的学术交流 另外颁奖典礼的场外 有几百位南山人受的业务员到场抗议 他们质疑 唐长创办人尹显良 2011年入主南山之后 劳工权益受到影响 对此参加唐长颁奖典礼的尹显良 并没有任何回应 总统府新常设展 9月18日起开放参观 其中一场特战 是由客委会规划的硬颈时代 呈现月未战争 对1980年代末期的反威权统治时代 看看客家人如何守护台湾 总统府新的常设展 呈现府内各单位的运作情形 还架设了一张总统办公台 结合科技装置 将立任总统 亲手签的首稿投影到台上 吸引不少民众增相合影 而由客委会负责筹划的特展 长进说明月未战争的始末 更加以竹林布置呈现客家先闻 特集日军那段保香味土的历史 另外特展也都以农民运动 新竹新布的远东化签罢工 和美农反水库运动这些介绍 来看客家人如何积极参与公众事务 展区里面还介绍吴竹楼和钟绍正 这些客籍文学家对台湾文学的贡献 客委会表示这次特展的内容 未放入客家民族风情 是希望能够表达客家人的主体性 不再以黑板印象来呈现 也呼应总统府常设展主题 人民的总统府 希望参观民众 借此更加了解客家族群 推动时代变革的重要历史地位 洛杉矶台美商会组团回台湾访问 并且前往桥委会拜访 委员长吴新兴亲自接见 向大家说明新政府的施政理念 还有新南向政策的方向 希望会员能够多多给予支持 17位洛杉矶台美商会 回国参访团的成员 在会长汪俊宇的率领下 来到桥委会拜会 受到委员长吴新兴的疫情接待 曾经在今年6月 到洛杉矶台美商会访问的委员长 对于商会成员并不陌生 也欢迎大家回到家乡台湾 为新政府加油打气 团圆此行除了桥委会 也将会拜访经济部 科技部 外贸协会 多个机关组织 推广明年4月 由台美商会 青商会所主办的台美投资论坛 商会希望透过商向交流 协助青商拓展商机 也促进台美经贸关系发展 委员长也向大家说明 新政府的施政理念 还有新南向政策的方向 多位前任会长也向委员长表达意见 提供施政参考 行情最后就在双方护镇纪念品 还有合影之中 圆满结束 长笛演奏家华佩 觉得泰雅族的小朋友 非常有音乐天分 好可惜 偏向山区的资源不足 所以八年来 他不间断 每个星期三 都涂完福兴乡 交原住民的小朋友 吹奏长笛 希望可以满足 偏向小朋友 对音乐的梦想 八年来 每个星期三的下午 拥有法国巴黎 师范音乐学院 相碩士演奏学位的华佩 吴嫌辛苦 由台北 开两个小时的车上山 到桃园 福兴山区的夏云国小 教原住民小朋友长笛 才说让日的华佩 不单只吹奏长笛 还会作曲 他为小朋友 编做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华佩觉得 泰雅族的小朋友 非常有音乐天分 很可惜 偏向山区的资源不足 他鼓励小朋友 对音乐坏抱梦想 就好像鼓励自己一样 号称百变长笛天后的华佩 四岁开始学琴 他觉得自己聪明 不过就花开得慢 入到音乐班 还因为学习次换 收到威乐 到现在少有成就的他 除了继续追梦之外 更加以同理心 会愧他的音乐长才 以上是今天的宏观粤语新闻 很多谢你的收看 我是黄志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